今天我要教大家製作可愛的貼紙 準備的材料有 剪刀、透明膠帶、鉛筆或油性筆 白紙、有圖案的紙、尺、餐巾紙或乾淨的布 一碗水 今天我要畫的是一隻兔子 因為兔子很喜歡吃胡蘿蔔 所以我要畫一根胡蘿蔔送給他 然後兔子有尖尖的耳朵 圓圓的臉 然後兔子的手要很開心 然後兔子的尖尖 腳要長長的 你要給他一點腮紅 然後要有手扶的胡蘿蔔 他也要有尾巴 接下來呢 我們要拿出剪刀 要把它剪下來 接著我們拿出膠帶 把它表面都黏好 然後我們要用尺或是任何東西把它表面關掉 比較平一點 接著我們把它拿起來 然後修剪旁邊 讓他變得比較漂亮一點 剪好後我們拿出已經準備的水 放到水 放到水面下 等待30秒 把背面的紙搓掉 然後一定要把它搓乾淨 把紙都搓完之後 我們把它放到 準備好的餐巾紙上 把它吸乾 切乾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貼了 但是呢 如果你還不想要貼 不想要馬上把它貼起來的話 可以自己有的 專門貼貼紙的本子 或是貼紙專門收藏的紙 有光滑面的 這樣就可以把它收藏起來了 如果你是貼在紙上的話 會長得像這樣 這樣子自己的透明貼紙就完成了 然後避免為了他黏不緊 所以可以用池把裡面的空氣給擠出來 會變得更緊 製作貼紙影片就到這邊 下次見 掰掰